中國國民黨由最初宣民成立的慶忠會 依次因應政治形勢改組成中國同盟會 國民黨和中華革命黨 直到1919年改組成中國國民黨 當時中國的民族主義高漲 同時馬克思主義也開始傳入中國 由於兩次針對北洋政府的互發運動 軍以失敗告終 一方面宣民希望取得新成立的蘇聯支持 另一方面蘇聯亦異意欲借助中國國民黨 壯大一手扶植的中國共產黨 於是很大部分中共分子就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這就是史上所稱1923年的聯俄員工 正因為這樣的背景 當時的國民黨就被中共分子帶風走向左傾 同時香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濟低迫 加上當時華洋工人地位不平等 引發了1922年的一場海原大罷工 雖最終由香港政府讓步平息 但是就成為了三年後 罷法大延的省港大罷工的服飾 1925年3月孫文恩肝硬病勢 同年5月中上海發生供潛 有中共背景的工會領袖顧正雄 被日本大班和保安槍殺 國民黨左派和中共分子在背後鼓動的上海學生和工人 遊行示威抗議 被租界的英籍全部開槍射殺 也只是史稱的五三十慘案 激發全國反煙反人 當時廣州和英籍下的香港 也都在國民黨左派 提供帶不財政資助和號召底下 在1925年6月發動持續超過一年 為經濟帶來毀滅性影響的省港大罷工 1925年7月3日 省港罷工委員會成立 由中共分子蘇小貞任委員長 除罷工之外 委員會的工人糾察隊 禁止任何國家的船隻進入廣東 便抵制一切糧貨 香港經濟因而蒙受嚴重打擊 政府財政陷入危機 時任廣督司徒拔 對海原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兩次罷工 都擺出一副強硬姿態 先頒部緊急戒嚴令 再出動大批軍警和裝甲車上街巡動 首部罷工領袖 同時下令九港鐵路停駛 限制居民出境 進入中國大陸對付罷工 引起罷工工人憤怒 紛紛暴行離開香港到廣州 當年一句流行粗話 暗狗狗行路上廣州 嘲笑罷工工人被中共利用 就是由此而來 除此之外 司徒拔更揚言恢復癡 對付煽動罷工者 中文報紙、郵件、電報 一律須要經過審查 並且定調罷工為一場俄國人煽動 和領導的共產主義運動 並不是一場排外運動和民族主義運動 目的是摧毀香港的貿易和建制 他因而主張勉強堅實行武裝干涉 並施自聯絡唐繼遙、陳廣明、吳佩夫等軍閥特使 商討天福廣州國民政府是否可行 但倫敦方面不想事件鬧大 並不認同他的取態 將他調離香港 由處事剛柔並濟 喜好中國傳統文化 懂得粵語和國語的中國通 金文泰接任港獨 金文泰接任後 明確向廣東發出願意談判的訊息 被隆重接待訪問香港的廣州商界代表團 而且趁機派遮打、周仇臣、羅玉和等人 去廣州初商解決罷工問題 隨著罷工抗日持久 廣州方面形勢也起了變化 五三十慘案激起民族情緒早已淡化 離開香港去廣州的罷工工人 逐漸感都不耐煩 因為他們有家眷在香港 無意長期罷工 希望早日回香港復工 但又被省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阻擋 甚至持槍在火車站和輪船碼頭站干把手 不准工人回香港 而偷盜者被捕後多數被施以刑罰 罷工工人開始後悔和覺得受騙 而且廣州政府因為要維持罷工工人的日常生活 增添了額外沉重的財政負擔 故此對於香港政府釋出的善意 也順水推舟同意展開談判 期間代表中方的宋子民要求 一、賠償罷工工人在罷工期間的損失 二、重新安排罷工工人的工作 不過金銀泰看穿了廣州政府的經濟困局 於是只是答應如果香港商人 或者盡快結束罷工 而致願出資賠償罷工工人的經濟損失 廣府便不會予以阻攔 同時要求廣州政府配合 協助工人早日復工 其實談判並無實質成果 到了1926年年勢發生巨大的變化 國民黨內高舉反共大旗的蔣介石 勢力迅速擴張 激烈壓止中共赤化國民黨 以致國民政府 而親共的左派廖仲海 就遇刺身亡 1926年3月更加爆發了中山南事件 蔣介石成功壓止國民黨內中共勢力 並且派兵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 將所有人全部繳械 最後更解散省港罷工委員會 處決中共分子 以分別加精進口貨和車子品 2.5%和5%的附加稅 用來做罷工工人損失賠償作為善後措施 中英雙方到此 戒持息事凌人的態度 也時16個月的省港大罷工 才正式結束 縱觀景場省港大罷工 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 當時確實存在 華工受到不公平對待 亦是不爭的事實 但是省港大罷工之所以爆發 就好像香港六七暴動一樣 根本不是由於這些矛盾的自行爆發而起 實際上是潛藏在國民黨內的中共分子 藉在民族主義高漲之下策動的工程 以謀求奪取國民黨主導權 並從內部赤化國民政府 蔣介石成功清黨之後 省港大罷工 好自然也隨即名金收兵 由此可見 共產黨見逢插針 無孔不入 滲透奪權的手段由來有志 蔣介石的成功壓止中共分子 滲透國民黨 造成中共當年的一大錯敗 推遲了赤化中國 整整幾十年 而香港被因而好幸運地避過一劫 影響香港深遠的省港大罷工 以至六七暴動 都是中共這社會問題 輕風作浪 意欲奪權之作 而被鼓動參與的群眾 就是被中共利用為可以犧牲的馬前桌 也無一例外 是中共用研究器的棋子 出自海原大罷工 和省港大罷工的一句 行路上廣州的嘲諷說話 實在是笑中有類